这期继续分享狂销第18篇 原来西方情报局有个规定 一旦某项任务开启 所有任务的执行者 必须关闭常用手机 以免被在执行任务的当事国抓到把柄 引起不必要的外交麻烦 前天范建明找过上官夫人 上官夫人又打电话给主任 主任在回绝他的同时 等于任务已经开启 上官夫人同样以詹姆斯的名义 向上官悠然下达命令 让他关闭常用手机号码 这就是为什么从昨天开始 范建明一直打他们两个的电话 都显示关机的原因 不过 他们还有另外的备用号码 虽然任务已经启动 但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一切都得听从现场指挥 也就是上官夫人的安排 上官夫人正在考虑着 如何让这次任务即执行 最终又必须失败 所以并没有急于求成 而是在思考万全之策 零 然而 主任虽然口头上回绝了上官夫人 却在国家安全事务办公室 和情报局的联系会议上 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希望大家考虑 现任情报局局长 恰好是主任的对立面 他执意要快速完成保姆计划的收尾任务 甚至提出 要派新的指挥者 取代上官夫人 主任不以为然 坚持让上官夫人主导这次任务 如果中途换将的话 任务失败也还好 万一成功了 局长就能谴责主任用人不当 因为时差的关系 联系会议开完之后 已经是今天上午 情报局长直接唤醒了约翰逊 让他指挥这次的收尾任务 同时又打电话给上官悠然 让他设法在今天中午 把上官夫人控制起来 其实局长已经告诉了他 上官夫人就是詹姆斯 也就是上官悠然的顶头上司 主任在联系会议上 不仅告诉大家 上官夫人不同意谋杀范建明 上官悠然甚至越级汇报 也不同意暗杀范建明 局长知道这个情况 却故意对上官悠然说 他也不同意谋杀范建明 只是上官夫人也就是詹姆斯 非要执行这个方案 而且定于今天中午就要实施 当时上官悠然急坏了 甚至问情报局局长 既然如此 那自己能不能直接除了上官夫人 听他这么说 局长就知道他太菜了 一点特工经验和常识都不懂 如果在东方这样的国家 能够随意除掉上官夫人的话 那他们岂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手段 对付范建明 还用得着那么大费周折吗 局长认定他是可以被利用的 所以帮他选了个地方 让上官悠然到加州咖啡馆 去见上官夫人 只能迷倒 而不能毒死上官夫人 甚至还承诺 只要这个任务完成 将来詹姆斯这个代号 就会交给上官悠然使用 也就是说 上官悠然只要成功地执行了这道命令 那就会被提升为特工小组的组长 既然挽救范建明的性命 又能得到提升 上官悠然何乐而不为之 这一切是主任刚刚告诉上官夫人的 否则 他还不知道咖啡里的东西 是上官悠然吓得紧接着 局长给主任打电话 说自己要派个特使到江城来 而且已经到了 希望主任能够安排见面 以便督促执行保姆计划 同时明明白白地告诉主任 他已经安排上官悠然 在今天中午控制住上官夫人 同时让约翰逊执行这道命令 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 局长还直接威胁 如果他不打这个电话 那么局长自己就会打 那样的话 双方的矛盾就摆到了桌面上 主任心里不悦 但看到他已经安排妥当 只好给上官夫人打的这个电话 因为任务只要开始执行 主任也对任务成功的可能性 抱有十足的信心 这个时候如果拒绝打电话 那就等于是自己放弃了 这次行动的主导地位 最令主任不舒服的是 上官悠然是上官夫人的部下 当初还是主任亲自招到情报局去的 现在虽然他离开了情报局 而且上官悠然已经越级反应过问题 这次局长向上官悠然下达了这种以下犯上的任务 上官悠然为什么不再次越级向他反应呢 现在任务失败了 局长很没面子 主动权又重新回到了主任的手里 可遗憾的是 T国发生了内战 而且T国所处的位置 对西方更加敏感 从国家的利益出发 西方BOSS决定暂时放弃对S国的颠覆 集中精力投入到T国的内战中 所以作为安全事务办公室的主任 他被要求把保姆计划直接转给情报局 由情报局负责该如何进行下去 当然情报局也被要求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到T国去 所以即便是情报局局长接过了保姆计划的主导权 也有可能跟范建明达成某些妥协的 虽然挨了一记耳光 可听到范建明很有可能死里逃生 上官悠然还是挺高兴的 不怒烦喜 夫人 不管怎么说 这也算是好事呀 至少范建明不会死 上官夫人怒斥道 你懂什么 你以为对于范建明来说 这是好消息吗 上官悠然眨巴着眼睛看着他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连范建明都知道 如果他们是诚心要谈判的话 为什么不让你我继续跟范建明接触 而要另外再派人过来 也就是说 局长对这次任务的失败并不死心 他会重新安排的 上官悠然一下子糊涂了 刚刚你不是说是主任要派我们到T国去吗 这件事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利益 我能什么都跟他说吗 我们本来就是情报局的人 现在主任已经把计划移交给了局长 我们自然又回归情报局了 让我们到T国去是局长的意思 刚刚我准备给主任打电话 局长的电话先打了进来 让我们迅速离开 我是后来才给主任打去电话 才知道这一切的 你的意思是 你怎么还不明白 虽然局长利用了你 但他清楚 你的心里还是袒护范建明的 如果他想妥协的话 肯定会利用你跟我和范建明接触 现在他不想妥协 所以才想赶我们走 然后重新安排值得他信任的人 来负责这个收尾行动 啊 那范建明岂不是危险了 你现在才明白 上官悠然再也坐不住了 他立即起身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对 范建明说实话 上官夫人冷笑道 这就应了你刚才的那句话 这是局长的命令 我没办法 那我 而且局长还对我说了 从现在开始 一刻不离地把你带在身边 直接赶往T国 如果发现你向范建明走漏消息 那就以叛国罪论处 啊 我 你 我告诉你这一切 就是为了让你明白 你可以保护自己心爱的男人 但永远别做出以下犯上 甚至是取而代之的事情 因为你背后没有更大的依靠 而且你太年轻 除了被人利用之外 至少是在现在 不会有任何人会真正重用你的 现在上官悠然 根本就没有心情考虑被重用 还是被利用 他只想 怎么样才能把实情告诉范建明 看到他心不在焉的样子 上官夫人起身道 咱们走吧 再晚一点 就赶不上飞机了 说完 上官夫人转身朝门外走去 上官悠然 在他背后做了个鬼脸 甚至挥舞着一对小粉圈 心里骂道 你个老巫婆 我为毛布直接毒死你 上官悠然是被吓着了 所以没有静下心来想 本来这些秘密 上官悠然都是不知道的 如果担心 他泄露出去的话 那么上官夫人 为什么又要告诉他呢 如果是试探的话 这种风险也太大了吧 上官夫人刚刚走到门口 突然又说了一句 你等我一下 我上烫卫生间 说完 他立即推门进了卫生间 哇 这可是好机会 上官悠然赶紧出门 却不敢走远 在门口拨通了范建明的手机 建明 他们让你离开东方 到国外去谈判 就是圈套 你千万别去呀 怎么了 一下子跟你说不清楚 反正你别去就是了 等一会儿 我们在楼下见面的时候 你别扯这件事情 说完 他立即挂了手机 然后迅速回到包厢 卫生间传来冲水的声音之后 上官夫人从里面出来 说了声走吧 两人便一前一后地来到楼下 范建明正在大厅里等着他们 看到他们下来 示意他们在卡座再坐一会儿 上官夫人却急着要走 因为他们还要收拾东西 然后到省城去坐飞机 范建明故意拽了上官悠然一把 笑着问道 夫人是老特工了 他是没办法 你完全可以不去呀 大不了退出情报局 上官悠然一愣 是啊 我为什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看到他那种表情 上官夫人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低声问上官悠然 想什么呢 情报局是你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的吗 你要想做逃兵 那就等于背叛了国家 随时随地都可以枪毙 而且 什么 别忘了 你的家人还都在西方呢 上官悠然一下子淹了 小嘴一扁一扁地 委屈得就要泪奔 当初加入情报局 成为一名特工 还觉得挺刺激的 现在才发现 自从成为特工的那一刻开始 其实他已经失去了自由 赶紧走吧 迟到了会有很大的麻烦 范建明说道 那我开车送你吗 上官夫人对了一句 你好像没有驾驶执照吧 坐你的车 万一被交警拦下 岂不是耽误事吗 那我找一个朋友过来 说完 他本来准备打电话给王伟 转而又想 刚刚上官悠然说过 情报局让他到国外去谈判室的陷阱 万一在这路上有什么埋伏的话 岂不是把王伟 拖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吗 想到这里 他直接给长凯打电话 让他赶紧赶过来 然后由长凯开车 先是把他们相继送到宾馆去拿行李 然后才朝省城的机场驶去 在上官悠然 回房间取行李时 范建明跟着上去 上官悠然以为 上官夫人会阻止 或者是跟着一块上去 没想到上官夫人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没有吭声 上官悠然一走进电梯 顾不得里面有监控 直接搂着范建明就亲了起来 然后一边哭着一边说 把上官夫人对他说的话 一五一十里 全部告诉了范建明 他们从房间拿上行李 再次进入电梯的时候 范建明让上官悠然好好想想 看看要不要脱离情报局 如果脱离的话 范建明决定用一辈子呵护他 如果仅仅是涉及到个人利益 上官悠然早就义无反顾了 问题是上官夫人说得不错 他的父母还有兄弟姐妹都在西方 而情报局又是个什么龌龊时都做得出来的机构 想想都有点后怕 所以上车之后 上官悠然坐在后排 始终用头靠在范建明的肩膀上 整个人哭成了泪人 始终都下不了决心 上官夫人透过内视镜 看着范建明和上官悠然 心里有种莫名的同情 尤其是上官悠然 在上官夫人的眼里 他就是年轻时的自己 看到他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为一名特工 并且为了自己的这份职业 将要付出所有的时候 难免有一种同病相连的伤感 范建明 你是不是决定要和他们接触 上官夫人突然问道 必须的 如果你有机会谈条件的话 我希望你附加一个条件 什么 就是让悠然留在你的身边 只有你提出这个条件 不管是让他脱离情报局 还是一举两得的 派他在你身边监视你 至少他就可以永远留在你身边 上官悠然一听是呀 我怎么就没想到 他立即抬着头凝视着范建明 没等他开口 范建明先亲了他一下 然后对上官夫人说道 你能不能给你的上级再打个电话 就说我现在要跟他们谈 上官夫人摇了摇头 反问了一句 你们刚刚上楼的时候 悠然没对你说什么吗 说了 那你就记住了 不管是情报局 还是现任的局长 他们只会跟强者对话 也只能屈服和接受强者的条件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范建明点了点头 他当然清楚 上官夫人的意思很简单 要想和情报局谈判 要想让局长妥协 就必须向他证明 自己是绝对的强者 就好比现在 如果范建明真的被约翰逊算计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正因为约翰逊的计划失败 所以他们才退一步 表面上答应谈谈 接下来 他们可能会利用谈判 甚至是在谈判之前 再来一次谋杀行动 范建明首先要保证 自己能死里逃生 而且还要想办法让局长知道 用武力对付他 已经没有任何可能的时候 才会想到真正地跟他坐下来 好好谈谈 可问题是 情报局有多强大 范建明凭一己之力 又怎么可能跟情报局对抗 夫人 没等范建明开口 常恺却插了一句 老板固然厉害 但要是跟情报局对抗 恐怕没有任何胜算 上官夫人笑道 你别忘了 情报局也是想用最小的代价 取得最大的胜利 如果硬扛 老板当然扛不过情报局 但是如果让情报局的代价付出的越来越大 自然有人会找到他们 让他们停止行动 西方纳税人的钱 可不是那么好花的 情报局特工的性命 也不是说可以无条件的奉献的 显而易见 上官夫人的话 有两层意思 一是只要范建明能够扛到 情报局为针对他的行动 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 就有人出面干预了 比如那个主任 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二是告诉范建明 经济方面 情报局是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扛不住的是人命 针对于今天的行动 他们已经死了一个特工 而范建明 只是伤了其中的一个 包括段云波和常凯在内 范建明又放过了约翰逊 鲁尼还有另一个导游 如果范建明 把他们全部弄死的话 情报局那边的压力就大了 再想试试暗杀行动 就不得不重新考虑 而且另一派人 也会趁机向他们施加压力 逼着他们坐下来谈判 上官夫人的意思 常凯听明白了 因为涉及到他 所以不好可再说什么 范建明当然也明白 只是在国内 范建明不想动手杀人 所以他决定 只要情报局跟他联系 不管约他到什么地方 他都会去的 只要情报局敢动枪的地方 他也能动 也只有在那种地方 他才能肆无忌惮地 将靠近自己的杀手 还以颜色 谢谢夫人 你的话我记住了 范建明转对上官悠然说道 放心吧 你很快就会回到我的身边 上官悠然点了点头 再次把头靠着范建明的怀里 然后对上官夫人说道 夫人 看在我叫了你这么多年妈的份上 请你帮帮他 上官夫人摇了摇头 在他和情报局对抗的过程中 我们在座的三个人 任何一个人帮他 都意味着叛国 只有当他让现在的局长焦头烂额 下不来台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通过其他的关系 向现任局长施压 也就是说 只有到那个时候 我们才能帮到他 上官夫人说的是实话 而且也是真话 同时也等于是 教育了上官悠然和常慨 在涉及到国家的利益 和私人情感方面的问题时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同时也等于是告诉范建明 不要责怪他身边的人背叛了他 因为那些人 本来就是情报局的特工 也不要责备 因为现在的这几个人不帮他 因为帮他等于就是叛国 话虽如此 但至少车里的三个人 都在用各自不同的方式 一直为范建明提供着帮助 范建明心里有数 因为上官夫人的提醒 范建明立即掏出手机 给段云波打了个电话 让他立即离开江城 直接向约翰逊汇报 就说他如果不离开的话 反正立马要他的命 同时范建明还告诉段云波 让他立即打电话给段云涛 叫段云涛立即离开S国 钱的方面不用考虑 范建明不会亏待他们兄弟 但如果范建明采取行动时 段云涛还在S国 甚至企图对抗的话 那范建明就保证不了他生命安全 接着范建明又对常凯说 如果在江城没有什么牵挂的话 等会儿到了飞机场 干脆和上官悠然 上官夫人一快离开 理由和段云波一样 虽然常凯曾经是上官夫人的手下 但上官夫人一直没有得到唤醒他的命令 最终唤醒他的是约翰逊 他只能向约翰逊汇报 范建明现在要做的事 就是把自己身边可疑的人全部清理 更别说已经明摆着是情报局特工的人了 他就是要让局长无机可乘 再要派新人过来的话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接近范建明 常凯虽然有些失落 他还惦记着寻找机会帮范建明一把 现在看到他如此安排 又担心自己彻底失去了他的信任 所以不敢吭声 只能点头答应 不过他提醒了范建明一句 他办公室和房间的电脑 有各种黑客软件 让范建明尽快熟悉不懂的地方 可以打电话问他 范建明拍了拍他的肩膀 调侃了一句 你过去暗恋悠然没错 但现在他是我的人了 以后的话 你还可以继续暗恋 但不要做出出格的事情 常凯面红耳赤地说道 老板 不会的 我永远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 而且上官小姐也不会答应呀 范建明低头看了上官悠然一眼 上官悠然没有心情搭理他们 只是把头靠在范建明的怀里 静静地享受着这一刻的温柔到了飞机场之后 常凯临时买了张机票 范建明直到飞机起飞 才回到停车场 他立即给高赛中 以及在西方的惠灵顿打去电话 让他们立即赶回S国 如果段云涛已经离开那就最好 否则 立即组织动用除尖队 把段云涛和他手下比较贴心的人全部除掉 在S国 在范建明所掌握的雇佣兵团里 他暗地里组织了一个除尖队 一共108人 寓意为阳山108条好汉 这些人都是分散隐藏在各个小队里的 在执行除尖任务的同时 也为范建明收集各种情报 监视范建明希望监视的人 范建明最信任的高赛中和惠灵顿 也只知道其中的30个人 还有78个人 只有范建明自己知道 段云涛和他贴心的那些人 早在范建明的掌握之中 他清楚 高赛中和惠灵顿 只要带着那30个人 除掉段云涛和他的人 绝对游刃有余 毕竟高赛中和惠灵顿 在暗处 段云涛在明处 而且高赛中还是段云涛最信任的人之一 范建明安排好了一切之后 才直接开车返回江城 飞机起飞之后 上官悠然虽然倍感失落 但对范建明 还是有着相当的自信 因为有上官夫人和主任的帮助 上官悠然相信 范建明最终一定能够 迫使现任局长坐下来跟他谈判 少不更事的他 曾经为自己能成为情报局的一名特工 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只想在自己心爱的男人身边 做个小鸟依人的小女人 看着逐渐远去的江城 上官悠然觉得自己很快就能回来 夫人 真是太感谢你 上官夫人微微一笑 轻轻地拍了拍上官悠然的手 上官夫人清楚 上官悠然的这句感谢是由衷的 因为她通过上官悠然 把现任局长的真实意图 转告给了范建明 同时又在车上 提醒范建明应该如何面对 即将发生的一切 而且还承诺 只要范建明能够扛住情报局的袭击 她就能通过主任 向局长施压 逼迫她坐下来 和范建明谈判 零 但上官夫人并没有告诉他们 这次之所以这么匆匆地离开 其实也是局长安排的 能够成为情报局局长的人物 智商绝对没有问题 上官夫人告诉上官悠然的那些秘密 其实是局长让上官夫人那么做的 居然就是 要通过上官悠然告诉范建明 只要范建明离开东方 哪怕是去和情报局谈判 都会有性命之忧 正因为如此 范建明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 集中到如何应付与情报局的谈判之中 一定会忽视 接到前去谈判通知之前的安全防范 那么 她就有机可乘 局长还让上官夫人故意告诉范建明 她和上官悠然必须一刻不停留地赶到替国 那么范建明势必会亲自送他们到机场 局长在范建明返回江城的途中 已经做了一系列安排 也就是说 上官夫人非常清楚 范建明不一定能够活着回到江城 尽管范建明以男人的方式 向上官夫人表达了爱慕之情 但上官夫人很清楚 那只是范建明的权衣之计 作为一名老牌特工 上官夫人当然懂得如何逢场作戏 而且更加懂得在男人和国家利益面前 她应该做出怎样的一个选择 当然 不管是真情流露也好 还是权衣之计也罢 范建明能够用那种方式 对她进行试探和诱惑 至少证明在范建明的心目中 上官夫人还是有一定的价值 正因为如此 即便局长已经安排了一系列的暗杀活动 但为了防止意外 确保事后如果有其他变化 上官夫人依然能够成为范建明 与情报局之间沟通的纽带和桥梁 在一系列暗杀开始之前 局长才安排上官夫人和上官悠然一起离开 也就是说 范建明只有能够在情报局的一系列暗杀中活下去 才有可能见到上官夫人和上官悠然 否则 一切都是空谈 而对于上官夫人来说 国家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 如果范建明能够活下来 那就证明她是强者 到那个时候 不管是范建明主动诱惑 还是上级下达相关的命令 上官夫人都乐意投怀送报 就像她刚刚形容情报局局长 只会像强者低头一样 女人也只会屈服于强大的男人 上官夫人嘴上没说什么 心里却对着上官悠然暗叹 孩子 祈祷吧 愿上帝保佑范建明能够逃过局长的毒手 此时此刻 主任和局长都在大洋彼岸的西方 静候来自江城的消息 虽然局长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安排 主任还是提醒了她 这个范确实是个非常棘手的人物 你真的打算一定要在江城解决她吗 局长自信满满地说道 主任阁下 你应该清楚 今天的范之所以如此强大 那是因为我们放水养鱼的结果 现在我们开始抽水了 别说它只是东方的一条河鱼 就算它是大西洋里的鲨鱼和鲸鱼 又能怎么样 主任摇了摇头 你还是不要太大意 虽然过去我们是放水养鱼 但主要还是她的实力太强 尤其是个人能力 几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主任阁下 我看你是东方的武侠电影看多了 有点把范给神话了 放心吧 正常情况下 24小时之内 我们就能够看到 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万一不行 我们再把它约到S国或者西方来 我就不信 凭她的一己之力 还能扳倒我们整个情报局 话虽如此 但你不能不考虑替国的局势 那可是我们国家主要战略目标的中心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我们太过把主要精力放在范的身上 不仅本末倒置 与国家的战略南辕北辙 万一个不小心 真的被范捅出个天大的窟窿 你我恐怕都不好收场 放心吧 主任阁下 我们不是还给范留了詹姆斯这条线吗 实在是无法收拾的时候 就由他出马好了 而且 他身边还有上官悠然 我觉得保姆计划的收尾行动 绝对万无一失 主任不再说什么了 他知道 局长是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 从国家的利益出发 主任希望局长的计划能成功 但从个人 和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出发 他希望范建明 真的能捅出个天大的窟窿 所以 主任打算给局长24小时 如果在未来的24小时里 局长的计划 给西方带来了难以接受的损失的话 他就要重新把保姆计划接收过去 接下来就要看范建明的了 这正应了那句老话 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只有足够强大的人才能傲视群雄 矗立于人生之巅 如果你不够强大 就不要怨天忧人 老老实实地成为别人足下的垫脚石 否则就是自取其辱 也是在作死 范建明驱车返回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 滑灯初上 除了道路中央比较清楚 路的两边有些灰蒙蒙 机场通向高速的路上 是一条宽敞的水泥道 两边的绿化不错 范建明一边开着车 一边左右扫视着 突然看到不远处的绿化袋里 有几个人影在晃动 范建明降下车窗玻璃 隐隐听到绿化袋里 有个女人凄惨的尖叫声 救命呀 救命呀 救你们放过我 我 肚子里的孩子 哦 我去 好像是孕妇呀 范建明猛地一达方向盘 叫车飞速朝路边驶去 支 的一声 他把轿车横停在路边 立即推门下车 大吼一声 你们在干什么 说完 范建明立即冲了过去 四个身穿黑衣的年轻人 一声不吭地突然回身 美人手里拿着一把砍刀 不跑反进 直接向范建明反扑过来 范建明看到地上躺着一个女人 正挺着大肚子 此时赶紧慌忙地起身 朝绿化带的深处跑去 女人没有危险 范建明就放心了 看到四把崭新的砍刀 反射着路灯的光芒 黄眼地朝自己砍来 范建明腾空而起 在空中踢出了一组连环扫堂腿 脚 永远都比手长 啪啪几声 范建明的脚尖 不偏不倚地踢中了他们的手腕 随着四声惨叫响起 范建明跟着他们手中的砍刀 一块落地 旋即又用脚尖点地 整个人再次腾空而起 砰砰又是四声沉闷的响声 范建明的脚 接接实实地推动了四个人的胸口 四个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先后倒飞出去 摔了个四脚朝天 半天发不出一句声音 范建明正要走过去的时候 突然发现身后的三个方向 同时有几条黑影扑来 范建明回身一看 至少有十多年龄 在二十四五岁以下的混混 轻一色手持砍刀 一声不吭地朝他扑来 不对啊 这不像是偶然作案 好像是早有预谋 并且目标不是对的那个孕妇 绝对是针对自己而来 范建明一声不吭 抽出自己腰间的皮带 首先腾身而起 踏过轿车的车顶 直接朝距离自己最远的那一波人 反扑过去 这就是技巧 如果先朝自己最近的人反击 后面的人就会源源不断地扑过来 他一下子扑向远端 已经接近他的人 就不得不转掉转过身去 那样的话 之前的队形也就乱了 范建明人落皮带起 又是在天黑 混混们只看到自己手里的刀光硕硕耀眼 却看不见范建明手里的皮带 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 许多混混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是脸上感觉到一阵阵的火辣 就是手腕有一种撕裂的剧痛 一连串的惨叫声相继响起 手里的砍刀落了一地的同时 那些混混像是被闪电击中 东倒西歪地四下亮呛着 从两边回头的混混们 一左一右地朝范建明扑去 范建明一边挥舞着皮带 一边拳脚并用 劈里啪啦之声 夹杂着被腿踢中 被拳头击中的咚咚之声 此起彼伏 不绝于耳 绝大多数混混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感觉自己的胸口 手腕 脖子 或者是脑门 不是被脚踢中 就是被拳头击中 有的只感觉一阵火辣辣的刺痛 惨叫声响成一片的同时 那些黑影稀里哗啦地躺了一地 范建明看不出谁是头头 随手抓了一个躺在自己身边的混混 用手掐着他的肩胛骨 啊 混混歇斯底里地惨叫着 饶命 饶命 老大饶命 说 谁让你们来的 封 封书 封书是谁 我去 连封书都不知道 那个混混正了一下 范建明手上一使劲 那个混混又惨叫起来 哎哟 哎哟 饶命 封书就是封书呀 他是省城的老大 哎哟哟 M 他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呀 我真的不知道 范建明一脚把他踹飞 紧接着又抓住旁边的一个人 同样用手掐住他的肩胛骨 那人刚刚还在心里骂之前的那个混混 怎么这么不中用 就被人家抓住肩膀 怎么还哭天喊地的 站着说话的人 腰都不痛 直到范建明的手抓住他的肩胛骨 他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一种从未有过的剧痛 就像是电流一样 在范建明抓住他肩胛骨的瞬间 立即传遍了他的全身那种痛 是撕裂的痛 就像全身的骨头 在一寸寸地断裂 没等范建明开口问 他就仗红着脸喊道 哎哟哟 饶命 封书名叫叶峰 现在就在蓝天门大酒店 等着我们的消息 哎哟哟 饶命呀 饶命呀 看来这货更怂 范建明问过和没问过的话 他全都说出来了 范建明发现 旁边还有一个混混 皱着眉头 瞪着这个混混 意思是 则被他说得太多了 范建明已经放开这个错误 走过去抓住那个混混的肩胛骨 那个混混立即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哎哟 老大 饶命 你想知道的 他们不是都说了吗 我让你再重复一遍 哎哟 好好好 我们是封书的人 封书名叫叶峰 现在就在蓝天门大酒店等着我们 哎哟哎哟 他为什么让你们袭击我 哎哟 老大 这个我们就真不知道 哎哟哟 谁是你们的头 就是刚刚那个叫救命的 他是敏姐 是封书身边的人 范建明抬头一看 绿化带的深处 好像还有一条小路 此时已经有一辆小轿车启动 亮着小灯 悄悄地驶离 范建明立即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启动轿车之后 立即追了过去 看到他离开之后 旁边有混混们 相继问那三个混混 我去 你们怎么什么都说啊 滚泥马的 站着说话不腰疼 问问他们两个 那种痛是人能忍受的吗 虽然另外两个人立即附和 但其他人还是不信 毕竟范建明 是那么波澜不惊的一年 没有承受过的 根本就不知道 能痛成什么程度 最后一个被捏得哭天喊地的 赶紧掏出手机 他没有给敏姐打电话 而是直接打给叶峰 峰叔 我们栽了 你赶紧离开蓝天门大酒店 那小子已经赶过去了 多少人 一个人 叶峰正要骂他 却看到敏姐的电话打了进来 只得挂了他的电话 点开敏姐的号码 风叔 你让我们弄的是什么人呀 好家伙 那货一身的功夫 二十个兄弟一声不吭 没几秒钟全部躺地上了 你赶紧跑吧 爱马 他好像追上来了 敏姐甚至来不及关手机 只是把手机往副驾驶的座椅上一扔 正准备加速的时候 范建明的车子 已经横在了他的前面 支 的一声 敏姐踩了一脚刹车 立即朝后倒车 可还没导出机密 就感觉有一个东西哗啦一声 从打开的天窗口掉了进来 定眼一看 范建明一声不吭地 已经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敏姐顿时猛了 居然忘记了踩刹车 轿车一直倒到绿化带上的一棵树上 扑通一下撞到了树身上 他才赶紧踩了刹车 范建明定眼一看 敏姐三十出头 长得细皮白肉 模样挺俊 也挺有气质 只是肚子平平的 根本就没有怀孕 显而易见 刚刚他只是把车上的垫背枕 塞进了衣服里 就在这时 范建明听到自己屁股下的手机里 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小敏 不要害怕 如果他追上来了 就把手机给他 我来跟他说话 范建明立即拿起手机 问了一句 叶峰吗 叶峰一愣 刚刚敏姐才说他追过来 没想到一会儿敏姐的手机 就到了他的手上 而且一开口 直呼叶峰的名字 显而易见 一定是手下的兄弟熬不过去 才告诉了他 范先生果然厉害 叶峰说道 我的二十个兄弟 居然不够你塞牙缝的 真是高手中的高手呀 谁让你干的 叶峰再次一愣 这家伙说话怎么这么冷 这么干脆 一句废话都没有 叶峰微微一笑 拿人钱财 与人消灾 我要是把雇主告诉你 以后我怎么再道上混 你等着 说完 范建明直接挂上电话 一声不吭地推门下车 然后绕到驾驶的位置那边 把门打开 直接抓住敏姐的头发 把她从车里拽了出来 哎呦 妈呀 你压得不能轻点吗 敏姐是谁 过去也是社会上的太妹 后来跟叶峰好上了 在叶峰的帮衬下 成了省城的意见 除了性格颇辣 她的外表形象堪称完美 是个男人见到她 都会垂涎三尺的 原以为范建明拉开车门之后 会跟她腻歪一阵子 说不定还会撸草打兔子 顺便吃吃她的豆腐 她的脸大 她的手臂 以及她的小蛮腰 不知被多少不知天高地厚的男人占过便宜 除非是她喜欢的 否则 那些占过她便宜的男人 最后都痛不欲生 生无可恋 她做梦都没想到 看上去比她小几岁的范建明 居然无视这一切 直接拽着她的头发 把她从车里拖出来 这可是平生第一次 以她泼辣的性格 当然无法忍受 范建明听到这个时候 她居然还带口头雨 立即拽着她的头发 往后一扯 敏解儿的一声 头发被扯着 只能顺势扬起脖子 范建明一声不吭 趴左右开弓 连扇了她两个耳光 直接把她扇蒙 然后又使劲拽着她的头发 把她拖到自己的车里 在敏解的记忆中 除了小的时候 至少有二十多年 再也没有人敢扇她耳光了 更别说扯着她的头发 这下倒好 范建明连扯带衫 一下子把敏解衫火了 她居然无视头皮被扯得痛楚 直接先后抬起双腿 直接朝范建明踹去 嘴里还骂道 麻痹的 连女人都打 你压的还算是男人吗 范建明让过她的腿 依旧拽着她的头发 再次左右开弓 连扇了她几个耳光 直到把她的脸都扇子了 嘴角也扇出血 而且敏解一声不吭 这才把她拖到车里 敏解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再也不敢说什么 但心里却发誓 姑娘养的 等会要是不废了你 老娘这辈子就 白混了 范建明坐到驾驶位置上 刚刚启动轿车 敏解的手机又响了 范建明一看 是叶峰打来的 点开之后 冷冷地说了一句 如果你不在蓝天门大酒店 就等着替你的小敏收尸 叶峰一愣 他没想到范建明 能说出这样的狠话 范先生 咱们都是男人 你没有必要为难一个女人吧 她是个女人吗 如果我一点本事都没有 刚才就死在她的兄弟手下了 既然我的兄弟没伤着你 你找我干什么 你说呢 叶峰叹了口气 我跟江城盛世明珠开发公司的段老板是朋友 他说你是个钉字户 阻挠了他开发 给了我一百万 让我把你做掉 范建明眉头一皱 开始还以为是蒋志超 龙叔或者标叔 请叶峰帮忙的 毕竟他们都是混混 没想到 居然是段云波让他们出手 范建明问了一句 刚刚问你时 怎么不说 因为我觉得你不是普通的钉字户 不然 没那么厉害 所以 我刚刚给他打去电话 准备仔细问一下你的情况 没想到他接到电话 听说你要来找我 什么都没说就挂了 在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的手机已经关了 我想 他这是在坑我 你把他的手机号码报给我听 范建明还担心 他是栽赃陷害 叶峰立即把段云波的手机号码 报了出来 在想到约翰逊逃跑的时候 段云波说过 他在省城有朋友 如果有必要的话 他可以让朋友拦截约翰逊 看来叶峰的话没错 范建明冷声道 记住 段云波是西方情报局的线人 他是受了西方情报局的命令 来杀我 我去 怪不得这货这么厉害 原来 叶峰也不是傻子 看到段云波突然关机 就知道范建明来头不小 再一听说 段云波是西方情报局的人 而范建明 又是西方情报局想杀的人 任他如何脑补 都猜不出范建明真实的身份 还以为他是 对不起 范先生 我是无意冒犯的 要不这样 你把账号给我 我把段老板会过来的一百万立即会给你 算了 就当你兄弟们的医疗费吧 警告你 别淌这趟浑水 好好地做你社会上的老大 否则 我知道 我知道 谢谢范先生高抬贵手 谢谢 范建明关上手机 又把手机扔给敏姐 面无表情地说道 下车吧 敏姐如逢大赦 赶紧拿着手机推门下车 看到范建明的车子 一溜烟地消失之后 立即拨打了叶峰的电话 峰说 你就这么让他走了 这小子挺横的 扇了我好几个耳光 叶峰一听 微微一笑 看来这小子还真的大有来头 居然只扇你的耳光 没有那个啥 哈哈 你还笑 我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 知足吧 叶峰说道 段老板 你又不是没见过 牛比轰轰的 说 在非洲有多大的势力 也给我们看了他在非洲的视频 他手下的雇佣兵 个个都是真道真枪的玩命 可那又怎么样 刚刚接到我的电话 听说这个姓范的小子来找我 吓得立即关了手机 再也联系不上了 你的意思是 这个心烦的很有可能是国家安全 别扯那么多 段老板那么怕他 他刚刚还说 让我安安心心地做老大 同时我说 把那一百万给他 他连话都没留下一句 由此可见 此人不同反响 还是别招惹他 敏姐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 问题是 几个耳光挨得挺冤的 这要是传出去 将来还怎么在社会上立足 问题是 范建明的武功太高 刚刚敏姐也是亲眼所见 否则 他也不会逃之夭夭 二十个人瞬间被他放倒 要想放倒他 那得多少人呀 敏姐立即上车 把车开到刚刚的路口 带了几个兄弟 同时又让其他兄弟开着他们自己的车子 赶回酒店 在酒店的大厅里 叶峰摆下了三桌酒 原本是等着他们来庆功的 现在看到一个个垂头丧气 尤其是被范建明掐住肩胛骨 把该说不该说都说了的那三个人 这个时候恨不得找个地方站下去 叶峰今年四十多岁 身材魁梧 长得一脸的横肉 留着一副板寸头 而且头顶有被人开过瓢 缝了几十针的伤疤 呈现在那里 一看就是靠打打杀杀起家的 放在过去 这波兄弟吃了亏 他会立即纠结另一波兄弟赶过去 但现在不一样了 作为老大 他懂得用脑子思考问题 看到周围的兄弟们 都有意无意地把目光 投向那三个兄弟 叶峰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不仅没有责备 反而让大家先入座 然后才说道 今天是我有些草率 虽然江城那边的朋友 提醒过我 这个姓范的小子太厉害 但我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早知道这样 我就该掉一两百人过去 问题是一开始 我只想吓唬吓唬他 没想要他命呀 敏捷这时 走到叶峰的身边坐下 分别把自己的两边脸给他看 你看 封叔 那小子抓住我的头发 左右开弓的伤我 我吓唬脑袋现在都是痛的 叶峰在他脸上 轻轻拍了拍 先别急 我们探探他的底 如果他真的大有来头 这口气 咱们就咽下 否则 老子叫他连本带利 加倍偿还 怎么他呀 江城那边的老大蒋之超 跟我有些来往 我打电话问问 说着 叶峰点开蒋之超的手机号码 同时按下了免提键 没等他开口 蒋之超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哟 是叶老大呀 今天是什么风 让你想起给我打电话 蒋老大 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 江城有个叫范建明的 卧曹 没等他说完 蒋之超立即反问了一句 叶老大 你没招惹他吧 在场所有的人都挣住了 虽然 看不到蒋之超的表情 可听他的话语 就知道 范建明不是一般的角色 那是绝对相当厉害的 有人出一百万 让我把他搞定 我现在正在考虑 要不要接这笔业务 妈蛋的 谁给你一百万 你直接把谁做掉 就不会有错 叶峰再次愣住了 几个意思 这么跟你说吧 有人出十个亿 让我做掉他 啊 不仅仅是叶峰 在场所有的人一听 个个一脸惊愕 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您姐更是眨巴着眼睛 盯着叶峰手里的手机 心想 那小子那么值钱 蒋之超接着说道 结果呢 我被他当着四五百江城 社会上人的面 直接干趴下 而且龙哥和镖哥 一个被他踹飞在地 一个被他两次用手掌劈晕 卧槽 你们不是江城的三巨头吗 举个屁 知道谁要买他的命吗 西方情报局 西方情报局都搞不定的人 我们惹得起吗 我去 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叶峰的兄弟们 各个面面相去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蒋之超叹了一口气 接着说道 蒋老大 好在过去我跟他有点交情 所以他最终放我一马 但却让我离开江城 我还真惦记着给你打电话 到江城去跟你混呢 我乐个去 俗话说得好 强龙不压地头蛇 蒋之超绝对是江城的地头蛇 现在却被范建明逼得走投无路 这或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啊 大家伙都知道范建明的厉害了 所以不管是叶峰 敏姐 还是那三个混混 也就不至于在其他兄弟面前下不来台 零 不过叶峰也想到 范建明也算是有理有结 自己的人袭击了他 受伤那是自找的 但自己说 要把一百万给他的时候 他却不屑一顾 看来也算是在道上混的 懂得给别人留个面子 和一条生路 叶峰让大家把酒杯的酒针满 然后说道 今天大家辛苦了 这事就让他过去 没办法 谁让咱们碰见硬茶 蒋志超在江城做了好多年的老大 刚刚他的语气 大家也听见了 这口气看来 只能咽下去了 我敬大家一杯 今天所有参加行动的人 每人一万块 回头我会打到你们的账上去 范建明开着轿车 驶上高速公路之后 掏出手机 拨打了段云波的电话 提示音显示 他已关机 范建明原来准备放他一条生路 没想到他却让省城的老大伏击自己 不过范建明现在还不清楚 段云波已经重新接到了约翰逊的指令 还以为是接到自己的电话 让他离开盛世明珠之后 他才背水一战 想用一百万买自己的性命 范建明其他的不担心 就担心 现在段云波会跑到别处去 挟持自己的父亲或者外婆 跟自己来个背水一战 范建明立即拨通了李倩倩的手机 但却没有人接听 范建明立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忽然意识到 可能是因为时间太晚 段云波担心自己逃不掉 所以赶到了别墅 准备挟持外婆和父亲 他又拨通了周亚平的电话 好在周亚平立即接了电话 喂 建明呀 你晚上什么时候回来 怎么了 哦 盛世明珠的开发商段老板 刚刚来家里了 他买了很多东西 说是来看外婆和你爸爸的 我去 这货还真是吃了雄心 咽了豹子胆 范建明平静地问道 他现在在哪 就在客厅里沙发上坐着 我们在看电视 等你回来呢 你把手机给他 周亚平立即把手机递给段云波 段老板 建明要跟你说话 段云波点了点头 从周亚平手里接过手机 赶紧朝门外走去 周亚平眉头微皱 觉得段云波好像有哪里不对 但又说不上来 至少范建明让他把手机给段云波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段云波肯定不会显得那么紧张 而且还要避开自己 周亚平虽然跟段云波不熟 但也知道这么一号人物 江城毕竟只有这么大 而盛世明珠楼盘 又是江城最高档的楼盘 同为企业界的人士 周亚平多少还是知道他一点情况 只不过周亚平并不清楚 盛世明珠真正的老板是范建明 当然更不清楚 段云波还是西方情报局的特工 虽然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头 但也没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此时的李倩倩正在房间里洗澡 所以没有听到放在外面的手机声 段云波拿着手机走到门外 才对范建明说道 老板好 怎么 云波大哥 我已经放了你一条生路 你非要弄得我赶尽杀绝 把你的老家都给抄掉吗 不是 我也是没有办法 只好用这种办法 希望你能够心平气和地 听我解释一下 你说 原来范建明下午离开段云波的办公室不久 约翰逊就打电话给了段云波 当时段云波暴跳如雷 大骂了他一通 说他欺骗了自己 已经讲好自己加入情报局 成为一名正式特工 怎么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线人 约翰逊立即解释道 当时他在电话里 之所以那么对范建明说 就是希望范建明放他一马 范建明心里很清楚 所谓的线人都是被利用的 约翰逊只能这么对范建明说 才有可能为段云波留一条生路 段云波想想也是 也就没有再计较了 接着问约翰逊有什么事 约翰逊告诉他 情报局针对范建明的第二波袭击 已经全面开始 这边希望段云波打头阵 他还告诉段云波 范建明今天下午一定会送人到机场 等他返回的时候 争取在上高速公路之前 给范建明来一个伏击 约翰逊的意思是 段云波的人在前 他的人在后 只要段云波的人动了手 他的人立马会出现 段云波有些犹豫 范建明已经放过他一回 如果这次再失手 再要想保住小命的话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约翰逊知道他的顾虑 转而告诉他 过一会儿情报局局长 会亲自打电话给他的 约翰逊挂上电话之后 大约十分钟 情报局局长真的给段云波打来电话 让他立即组织人 不管用何种方式 一定要在范建明上高速之前 设法要了他的性命 这件事如果办到 那么范建明在S国的所有利益和地位 都将由段云波接手 段云波重申了一遍 范建明太过厉害 自己现在只认识江城河 省城一些混混 肯定对付不了范建明 局长却对他说 让他叫人过去 只是为了分散范建明的注意力 情报局的特工会在第一时间赶到 同样是为了避免外交事故的发生 特工们动手的时候 必须要有当地的混混杯锅 局长甚至威胁他 虽然我不赞同那种做法 但是约翰逊已经安排好了 如果你拒不执行命令的话 除了你将 被作为叛徒 被执行处决 你的父母 还有你的妻儿 包括你的弟弟 都将成为你的殉葬品 情报局长亲自威胁 段云波没有任何选择 只能给省城的叶峰打电话 让他袭击范建明的轿车 并当场会过去一百万 段云波其实还有一种侥幸心理 毕竟约翰逊和局长都说过 只要他的人动手 情报局的特工就会出现 就算叶峰的人搞不定 只要那些特工出手 就一定能转移范建明的注意力 段云波也好浑水摸鱼 范建明知道 是情报局的特工再次行动 当然就不会怀疑到他头上去 然而他接到叶峰的电话 却说叶峰的人被搞定之后 范建明正准备往省城赶 也就是说 约翰逊和局长所说的特工并没出现 段云波有了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他赶紧挂断电话 在联系约翰逊和局长时 两人的手机都关闭了绝望之中 已经没有任何退路的段云波 才在第一时间驱车赶到民山小别墅 范建明冷声道 你现在想说什么 老板 我知道你是个一诺千金的人 而且你也清楚 我并不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问题是情报局太强大 我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我现在就想听你一句话 你如果真心放过我 我现在就离开别墅 好吧 这是最后一次 如果再有第三次的话 老板放心 离开别墅之后 我就销声匿迹 永远不会再出现在你的视野中 成交 说完 范建明立即挂上电话 段云波如释重负 一溜小跑地来到周亚平的面前 把手机双手交给周亚平 一脸陪笑道 周总 谢谢 我还有点急事 现在就走 怎么 你不等建明了 不了 段云波一刻也不敢多留 转身就朝别墅外跑去 开着车 一溜烟地消失在夜色中 周亚平目送他远去之后 觉得怪怪的 就在这时 范建明给他打来电话 建明 这个段总怎么了 我怎么觉得 他人呢 急匆匆地走了 范建明说道 记住了 今天晚上任何人到别处去 你们都不要开门 如果是认识的 让他们明天再来 如果不认识的 立即报警 哦 建明 到底出什么事了 范建明说道 意思跟你说不清楚 反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我现在从省城返回的路上 大概要一个多小时之后才能到家 在此期间 千万别让任何人再进来 好的 李范范呢 刚刚打电话 为什么不接 她在楼上 这个点应该再洗澡吧 知道了 你告诉她 在我回家之前 任何人都不能放进来 哪怕是她的熟人也不行 你放心吧 既然你交代了 我会注意的 周亚平挂上电话之后 立即把楼上楼下 所有门窗全部锁上 等她来到主卧时 李范范刚好从卫生间洗澡出来 周亚平立即把范建明的话 告诉了李范范 李范范一愣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打电话问一下 别 她正在高速公路上往家里赶 千万别打电话 免得她分心 李范范点了点头 明白了 李范范下午跟范建明转了一趟 知道她招惹了不少混混 看到周亚平异常严肃的样子 她也跟着紧张起来 周亚平让她把卧室的窗户关紧 之后两人一块到三楼 李范范到了外婆的房间 周亚平进了范红生的房间 不过他们没同房 每天晚上 周亚平只是坐在床边 陪着范红生看一会儿电视 等到她要睡的时候 周亚平会把电视关了 然后到旁边的房间去睡 即便如此 范红生的心里也踏实了许多 至少她知道 周亚平会陪隔壁的房间陪着 她因此也不觉得孤独和寂寞 范建明在高速公路上 压着120码飞速朝江城 快到前面一个路口时 她看见两辆后八轮大货车 从边上上来 在她前面行进着 她立即驶入超车道 一边按着闪光灯 一边抄了过去 两辆大货车 前后相距大概20米 这对于高速行驶的车辆来说 距离是非常近的 范建明刚刚超过后面那辆车 正要超越前面那辆车的时候 前面的那辆车突然打方向 直接拦住了她的车头 范建明一惊 她不敢踩刹车 只是丢掉油门 然后向左一打方向盘 就在她车速快要降下来时 后面那辆货车突然加速 直接照着她的车尾撞来 范建明见状 知道这不是开赌气车 完全是谋杀 就在这时 刚刚朝右挡住范建明去路的那辆货车 又朝左击打方向 同时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刹车声 支 车轮摩擦着地面 冒起的青烟已经扑面而来 范建明甚至都能闻到 橡胶被烧糊的味道 显而易见 前面的车是想停住 后面的车继续向前冲 前后两辆车 是要把范建明的车夹在中间 真要是被后面的车撞到 范建明的这辆车 恐怕就会被挤压成三明治了 范建明立即踩下油门 猛地向右一大方向 眼看着前面车的尾部 擦着前挡风玻璃 向左后方滑过去 甚至碰到了他的左道车镜 啪的一声 左道车镜已经被削了一半 好在他的车冲了过去 擦着右边的护栏 刚刚冲过前面那辆货车的头部 就听轰隆一声 两辆大货车撞在了一起 范建明在踩刹车的时候 他与后面的货车 已经相距好几百米 他立即朝右一大方向 然后盯着货车的头 飞速朝回岛 在距离货车只有几十米的地方 范建明正准备停下 前面的那辆货车 突然呜的一声 发出巨大的轰鸣 直接朝他撞来 范建明见状 赶紧把当位挂到前进 猛地踩下油门 在卡车即将撞到他的一瞬间 他的轿车键 一般地冲了出去 卡车大约全力冲刺了 将近两三百米 突然方向一偏 冲向了防护栏 整整毁了一百多米栏杆 然后一头扎进了旁边的沟里 范建明停下车后 立即飞速跑过去一看 驾驶室里没有人 显而易见 驾驶货车的是个高手 在货车提速的一瞬间 他用一把扳手别住油门 自己则汽车逃跑 货车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 冲向范建明的轿车 范建明回头再看后面的那辆货车 灯光还在闪着 但已经有了一两千米 这是旁边许多轿车一闪而过 倒车过去已经不可能 如果跑过去看的话 又担心会耽误时间 现在他最需要的 是立即赶到家里 以免外婆和父亲被人劫持 范建明立即赶到车里 一边开着车 一边估算时间 估计下高速还有半个多小时 从高速到别墅 至少要一刻钟左右 万一这个时候 再有人赶到别墅怎么办 范建明立即想起了红斌 范建明掏出手机 拨通了红斌的手机号 让红斌带着兄弟赶到 民山小阳楼去 同时告诉他 如果没看见有人在外面 就让他带着兄弟在外面等着 不要惊动别墅里的人 如果有人在外面试图进入别墅 不管是谁 让红斌见人就砍 死伤全部由范建明负责 红斌接到电话之后 二话没说 开着两辆轿车 又拦下三辆低市 五台轿车 一共坐着二十多个兄弟 有的带砍刀 有的带铁棍 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民山小阳楼 他们赶到是 别墅四周静悄悄的 好像没有外人在周围 红斌立即吩咐弟兄们 四下散开 在别墅周围守着 他们的到来 惊动了周亚平和李倩倩 他们不约而同地 从三楼的窗户朝下看 发现门外有二十多个人影 但却没有进入别墅的意思 两人对望了一眼 立即从外婆和范红生的房间出来 干妈 李倩倩问道 要不要报警 虽然李倩倩认识红斌他们几个兄弟 因为下午在酒店时 红斌和他的几个兄弟 都出手帮了忙 但现在天色已黑 外面又没有灯光 李倩倩看不清他们 周亚平却显得很冷静 等一会儿 我看他们没有进来的意思 也许是建明叫来的朋友 他们没有动静就算 如果试图进来的话 我去拦着他们 你就设法报警 李倩倩点了点头 红斌安排好了之后 立即给范建明回了一个电话 说他带着兄弟们已经赶到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状况 现在就守在门口 谢谢了 红哥 真是太感谢了 正在办公室里等待好消息的局长 突然接到了约翰逊打来的电话 不无沮丧地告诉他 针对范建明的袭击 一连两次都失败了 局长眉头一皱 我们这边没损失人吧 第一波是段云波找的社会上的混混 以范建明的做牌 他是不会要那些人的命的 第二波是我们的特工 因为两辆卡车相撞 两个特工中有一个轻伤 现在都已经逃离了范建明的视野范围 局长挣了半天 才显得不可思议地说道 这怎么可能 他们两个可都是驾驶的高手 曾经参加过F1大奖赛的 两人配合完美无缺 怎么可能会失手 局长阁下 约翰逊苦笑道 你是没有跟范打过交道 如果你是他朋友的话 你带来意外的惊喜 如果你是他的敌人 他怎么能创造一些 感到不可思议的恐怖 约翰逊的这番话 听得局长心里很不舒服 他立即改变了强调 陈生说道 你是不是在他身边待得太久 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个特工 实话实说 局长阁下 如果这次不是被唤醒 我还真的就以为自己是他手下的一个小弟 犯得为人处事 绝对是先礼后宾 恩威病师 既充满了东方式的智慧 宽容和大度 有时又令人感到恐惧和毛骨悚然 我见过许多触碰过他底线的人 最后想死都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 局长摇了摇头 约翰逊 我记得你年轻的时候 是UFC的高手 是年龄让你失去了曾经的斗志吗 的确有这个因素 但范确实过于强大 强大的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最令人称奇的是 我在江城的这两年 对他的过去进行过调查 直到中学时代 他依然是个人见人气的耸祸 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一到S国 就完全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一个人见人怕 在令人恐惧的同时 又能做出令人感到尊重的事情 好了 你对他的评价 我会写进报告 现在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组织和监督好这一波攻击的完成 事成之后 一定要把现场处理干净 千万别给警方留下什么把柄 明白 不过如果我们失败的次数太多 就算范健明不报警 也会引起警方的注意 那样的话 我们会很麻烦的 所以 我希望你把事情做得更干净 其他伏击点的人员就位没有 已经就位 好 记住了 除非已经成功 不要每时每刻向我汇报 如果没成功的话 等到这一轮全部结束之后 再给我打电话 至于还要不要开展下一轮 等我电话 明白 挂上电话之后 局长陷入了沉思 难道我的执着是错误的 也许主任说得对 凡事适可而止 可问题是 如果在保姆计划上妥协 那么将来情报局 不就永远笼罩在他的阴影之下吗 局长心里所说的这个他 指的是前局长 现任主任 局长现在就是想通过保姆计划 彻底消除主任在情报局的影响力 尤其是想通过保姆计划的成功 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主任是错的 只有这样 现任的局长才能站稳脚跟 反之 如果事实证明 主任现在提出的妥协计划是正确的话 那么在他就任情报局局长期间 至少在主任面前恐怕就将失去话语权 所以局长决定放手一搏 除非上面叫停 否则即便付出再大代价 他都要置范建明于死地 死里逃生的范建明 以为针对自己的暗杀已经结束 现在他只想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家里 却没料到这一路上还有几个致命的伏击点正等着他 范建明很清楚 这两辆卡车的出现应该和段云波没关系 否则他就不会在之前出现在别墅 怎么着 也应该等这一波进攻完之后 才根据成败的情况 再考虑出现在别墅范建明估计 这就是约翰逊所说的第二波进攻 只不过他的人没有出现在叶峰的人动手的时候 而是选择在这里给自己来个出其不意 范建明点开了段云波的电话 段云波看到是他的电话吓了一跳 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点开了 老板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没有 我想问问你 情报局局长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段云波立即把局长的手机号码告诉了范建明 同时说道 这个号码我后来打过 显示的是关机 很有可能这是一个临时号码 他用完一次之后 就会作废的 我知道了 范建明想到 虽然情报局已经向他开始了行动 但毕竟这是在江城 他们的特工无法把武器带进来 所以只能首选车祸 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 剩下的就是下毒了 既然如此 红斌已经带着兄弟守在了别墅外面 家里的人暂时应该没有危险 所以他决定立即赶到长凯的办公室去 看看能不能利用他的电脑 追踪到局长和约翰逊的行踪 范建明刚刚驶下高速公路口 就感觉有些不对劲 也许是收费站闸口的灯光太过强了 突然一下进入市区 显得有些不太适应吧 虽然在心里如此自我安慰 但他还是提高了警惕 直线行驶了将近200米 来到路口时 右拐弯是通向市郊 他左拐弯驶向市区 范建明通过倒车镜发现 在右拐弯的路口边上 突然有一辆轿车启动 立即朝他尾随过来 由于天黑 他一下子看不清那辆轿车的样子 以及车牌号 虽然觉得那辆车很可疑 但又想 也许是凑巧 自己转弯的时候 人家刚好启动 范建明一半的注意力注视前方 一半的注意力 通过两边的倒车镜和内视镜 观察着后面的那辆车 就在这时 一个中年妇女骑着电瓶车 后座上还坐着另外一个中年妇女 突然从道路的前方横穿马路 知 范建明赶紧踩下刹车 就在这时 后面的那辆车 咚的一声 接接实实地追尾了范建明的轿车 骑电瓶车的妇女 貌似还不知道自己闯了祸 居然停下来看热闹 坐在后面的中年妇女 拍了她一下 赶紧走呀 要不是你横穿马路 人家怎么会撞车 骑车的妇女还阵阵有词 我横穿马路 她不知道让吗 技术不行 别开车上路了 看到旁边有路人围了过来 坐在后面的妇女让她走 她还偏不走 那个妇女都不好意思 再坐到她车上 赶紧下车 范建明看到后面的司机没下车 估计还真是出了意外 立即推门下车 走到后面查看 没想到后面那辆车 突然朝后一道车 紧接着急打方向 直接朝范建明冲来 虽然引擎盖已经微微变形 范建明还是认出 这辆轿车 就是下午在别墅门口 尾随自己的那辆车 后来范建明逃过两辆车的家机 这辆车还绕过去 准备撞飞她 结果她腾空而起 才躲过一劫 范建明没想到 这辆车再次出现 看来这辆车之前是守在右边 等待着范建明朝别墅驶去 准备迎面相撞 没想到范建明临时改变主意 要到常凯的办公室去看电脑 只能尾随寻找新的机会 结果范建明来了个急刹车 直接造成追尾 开车的是导游中的一个 车技特别好 她姐挨着范建明的车冲了过去 以范建明的位置 不是被撞飞 就要被两辆车挤死 范建明汉地拔葱 直接翻身上了自己的车顶 那辆车擦着车的边缘 窝的一下冲了过去 还把范建明车子的倒车 竟给撞碎了 妈呀 那辆车冲出去之后 直接撞向骑车的中年妇女 中年妇女一着急 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当她连滚带爬地闪到一边 那辆轿车 已经撵过她的电瓶车 呼啸而去 范建明立即从车停下来 钻进车里 正准备赶过去 那个中年妇女 突然张开手臂 拦在了前面 压了我的车就想跑 赶紧赔钱 围观的人群 本来被刚刚发生的一幕吓猛了 还没完全回过神来 却看到那个妇女在耍赖 有人说道 我说大妈 别闹了 人家车停在那里 谁压了你的车呀 我不管 他们是一伙的 不然 人家开车撞她干什么 你这是哪来的道理 人家一伙的还装车呀 赶紧走吧 人家这车好几百万 如果交警来了 看到是你横穿马路造成追尾 就让你赔一半 也得一百多万呢 那个妇女一听 一下子不知所措 她的同伴 立即把电瓶车拖到一边 巧声说道 别丢人了 赶紧走 又不是她压的 找她有什么用 那个妇女这才闪到一边 范建明开车向前冲去的时候 已经晚了 那辆轿车早就没有了踪影 范建明没有想到 约翰逊还会在这里设个埋伏点 如果不是临时想到 要去长凯的办公室 被那辆轿车自杀式迎面撞来 自己的小命可就完了 想到这里 她赶紧加快速度 直接冲到了盛世明珠售楼部门口 还好 售楼部没有下班 值班的正是王妃和另一个男孩子 王妃看到她之后 立即朝她拘了一躬 范先生好 范建明点了点头 立即跑上楼 来到长凯的办公室 打开她的笔记本电脑 点开了搜索软件 输入了局长的手机号码 开始搜索 不出段云波索料 局长使用的是一次性手机号码 恐怕现在已经销毁 范建明搜索的时候 居然显示不出信号 她还担心自己操作有误 立即输入了约翰逊的手机号 居然搜出了她的藏身地点 无限放大之后 发现她现在藏身于省城的红艳宾馆 原来她买了机票 却没有离开 显而易见 是她准备离开时 突然接到了局长的电话 让她留下 重新组织对范建明的袭击 俗话说得好 秦贼先秦王 通过种种迹象表明 目前在幕后操纵的是局长 而在江城坐镇指挥的是约翰逊 由 此完全可以排除 麦克是那个所谓的特使的嫌疑 范建明由麦克 想起了黄汉宾 他这次叫麦克来的目的 就是要诱惑黄汉宾入坑的 他立即打电话给楚昭南 询问黄汉宾是不是回到了海城 楚昭南告诉他 黄汉宾和于娇娇 大约傍晚时分回到海城 据说明天准备去购买别墅 然后举行婚礼 范建明立即让楚昭南 在最近两天 一定要跟于娇娇灌输到非洲 去投资金矿的事情 原来楚昭南就在黄汉宾的面前 提过投资金矿一事 范建明在给于娇娇出主意的时候 提醒过他 让他尽快找到一个新的投资点 最好是注册一个由他作为法人代表的公司 这个时候 如果楚昭南为他提供 可以到非洲金矿投资的信息 急于想掌握黄汉宾财产的余娇娇 恐怕很容易就会上钩 何况在此之前 周亚平已经有了到非洲 去投资情况的打算 这件事也跟黄汉宾说过 只要楚昭南再点一把火 不是什么大问题 范建明又把麦克的电话告诉楚昭南 楚昭南原本就是坐牢务输出中介的 他手里有相关的国外资源也是正常的 而且现在又在黄汉宾的公司工作 由他直接向黄汉宾和于娇娇推荐麦克 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紧接着 范建明要打电话给麦克 让他全力配合楚昭南办妥这件事情 范建明挂上电话之后 带上常凯的笔记本电脑 又来到了段云波的办公室 看到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张清单 上面是各种要交接的工作 同时还有保险柜和抽屉的钥匙 以及财务账目电子版的移动硬盘 范建明把东西收拾好了之后立即出门 俗话说得好 秦贼先秦王 既然知道约翰逊在省城 范建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连夜赶到省城去 当然离开江城之前 他要回一趟民山小洋楼 先看看家人的安全 范建明下楼来到寿楼部大厅时 王菲和另一个男销售员 赶紧微笑着跟他打招呼 范建明回报以微笑 刚刚走到门口的车去 把电脑放进车里 就接到了陈玲玲的电话 董事长大人 怎么还没来啊 人家都要睡着了 范建明笑道 那你先睡一会儿吧 等会儿我到办公室去 快点呀 嗯 范建明正准备上车的时候 突然发现 除了身后的销售部之外 几乎从前面的三个方向 同时冲出几十个混混 手里拿着砍刀和铁棍 朝他扑来 王菲和另一个男销售员 看到范建明离开了 正准备下班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喊杀喊打的声音 赶紧跑到门口定眼一看 顿时惊呆了 在他们看来 至少有好几百人 从四面八方扑来 开始还以为是别人要冲击寿楼部 到后来才醒悟过来 那些人都是冲着范建明去的 只见范建明大吼一声 一边解开皮带 一边反而朝最先接近他的 左边那群人反扑过去 惨叫声和砍刀 铁棍坠地的声音 此起彼伏 潮水般涌来的人群 又在范建明的冲击中 一蹴一蹴地潮水般退去 其实一共加在一起 最多恐怕也只有四十来个混混 只是他们的喊声很吓人 连偶尔路过这里的行人 都吓得赶紧躲到一边 王菲手里拿着手机 却拼命用手推的那个男销售员 还 还傻站着干什么 干 紧抱紧呀 男销售员也是没谁了 他的手机就在口袋 这时也完全发猛 赶紧往寿楼不离跑 面对着柜台上的两部电话 他却拼命地翻着摆在上面的宣传画册 嘴里还直嚷嚷 我的手机呢 手机放哪里了 他们毕竟都是刚离开学校不久的大学生 什么时候见过这种场面 没当场下尿 就算不错的了 因为对方的人太多 范健明下手特别狠 他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以最快的速度震慑住对方 否则 稍一不留神 自己很容易被伤着 所以 被他皮带抽中的 以及被他拳脚碰到的混混门 可就惨了 皮带划过之处 皮开肉绽 拳脚碰到之处 不是感到伤筋裂骨的剧痛 就是直接闷过气去 开始指示啊 儿的惨叫 等躺在地上之后 哭天喊地的声音 更是撕心裂肺 不绝于耳 王妃见状 既紧张害怕 又有点激动兴奋 毕竟范建明占了上风 他回过头来 对南销售员喊了声 墨迹啥 怎么还没报警 找不到手机 王妃一看自己手里的手机 喊了一句 这不是手机吗 哦 南销售员完全蒙圈 也不知道让王妃自己报警 赶紧转身朝门口跑去 王妃又喊了一句 笨呀 找不着手机 不知道用电话打 南销售员已经快接近了王妃 听他这么一说 又回头朝柜台跑去 幸亏范建明是站上风 否则一定会被这两个人害死 范建明很快放倒了二三十个人 剩下的七八个人 像见了幽灵一样拼命跑开 范建明看到街对面停着一辆轿车 旁边还站着两个小混混 显而易见 指挥这群人的幕后黑手 应该就在轿车里 范建明瞬间想到 恐怕车里坐着的就是蒋志超 毕竟段云波二度反水 说不定蒋志超是他事前安排好的 自己离开时忘记让他撤销行动 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段云波也在车里 声称自己离开 但却企图做最后一搏 对于这种一而再 再而三的反复无常的小人 范建明是可忍 孰不可忍 他立即接朝对面奔去 轿车里的人健壮 立即启动轿车 站在车边的两个混混 开始还扭笔轰轰地向两个保镖 看到范建明放倒了那么多人 这是像旋风一样冲过来 而且轿车又已经启动 赶紧撒腿就跑 两人看上去还挺有经验 一个朝左 一个朝右好看 避免同时被范建明逮住 此时范建明顾不上他们 直接朝轿车奔去 轿车刚刚启动 还没驶出三米 范建明飞身而起 直接用双脚踹向驾驶位置上的前挡风玻璃 哗啦一声 挡风玻璃被他踹得粉碎不说 他的脚 直接踩在了驾驶员的胸口 驾驶员张嘴喷出一口血雾 当场昏厥过去 方向盘往边上一打 轿车冲到路边 被道路边缘挡住 一下子就挺住了 与此同时 范建明的身体一横 猛地挥动着拳头 像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人扫去 啪的一声 拳头不偏不倚地 击中那人的面门 哦 鼻梁被打断 门牙被打掉 连惨叫声都与众不同 显得短促而沉闷 范建明还扫了后排座一眼 没发现里面有人 再定眼一看 开车的是个混混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人 居然是标书 范建明坐在引擎盖上 要用手掐住标书的肩胛骨 啊 满脸是血的标书 张开一张血嘴 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说 谁让你这么干的 哎呦呦 饶命 饶命 因为门牙掉了 又是一嘴的鲜血 肩胛骨又痛得难以忍受 标书含糊不清地说道 没人叫我 是我自己咽不下那口气 有兄弟看到你到这里来 所以 哎呦 哎呦 现在服了吗 服了 服了 还打算完吗 不完了 不完了 以后呢 你是老大 你是老大 我阿彪彻底服了 哎呦 哎呦 范建明立即一个后滚翻 从引擎盖上下来 直接朝自己的轿车走去 范建明现在最愤怒的 就是情报局的人在背后操纵 或者是像段云波和蒋志超那样的人 再三反水 真要是那样的话 范建明绝不会这么轻易饶了对方 标书毕竟也是江城三巨头之一 在酒店里 当众丢了那么大的人 想挣回一点面子 也是情有可原 对于这样的人 范建明至少会给他们一次机会 标书躺在车里 半天还没回过神来 他的司机伤得更重 那些在地上嚎叫不已的混混 此时连滚带爬的四下散开 范建明打开自己的车门时 王妃喊了一句 范先生 我们已经报警了 范建明点了点头 警察要是来了 就说你们看见刚刚有人在这打群架 别说是我 王妃和那个男销售员赶紧点头 范建明上车之后 一溜烟地消失在夜幕中 哇塞 这么厉害 男销售员这时才想到问王妃 这位范先生到底是谁 你怎么跟他那么熟 他是我们公司的大股东呀 连段老板都对他毕恭毕敬 男销售员感叹道 天啊 长得魁梧雄壮 一身男子汉的气息 又那么有钱 还这么厉害 还要不要别人活了 王妃更像是发现了新大路 立即打电话给杨婷 杨总 你知道我刚才看见了什么吗 范建明的车子迅速穿过市区 你已经走到了通向民山小洋楼了 小路上 这里正好是国道和乡村小道的岔道口 范建明行驶不到一半 正处在一边靠山 另一边是田野的时候 突然看到前面有一辆三轮电瓶车 载着一车的水果慢慢前行 他只能减速 同时闪了两下远光灯 开着电瓶车的人连头都不回 继续慢慢往前开 大概还有两三百米 就能朝右拐登上上山的路 所以范建明不是很着急 打算跟着电瓶车的后面 等电瓶车驶过路口时再说 就在这时 只听到车顶上东的一声 范建明的第一反应 是有人跳上了车的 但接着那个声音又在彻底滚动 扑得一下从左边落地 不好 范建明按叫一声 突然提速 直接撞向前面的电瓶三轮车 他忽然意识到 有人在右边的山上 准备把石头往下推 刚刚那一块可能是不小心 提前滚下来的小石头 果然 当他的车子撞向电瓶车 并且迅速向前驶去时 稀里哗啦一声 侧后有许多石头滚了下来 有好几块砸到了后备箱上 轿车颠了几颠 又逃过一劫 范建明定眼 在往前面的电瓶车上看时 刚刚开车的人 已经没有了踪迹 他停下车后 第一时间爬上山坡 却发现山坡上 停着一辆农用车翻抖车 在他的车子经过的时候 突然把翻斗顶了起来 一车子石头 顺着山坡滚了下去 好险 范建明冲到农用车上一看 副驾驶的位置上 躺着一个人 看上去像是当地的农民 已经昏厥过去 这辆车应该是他的 而刚刚坐在驾驶位置上的人 已经逃得没有踪迹 范建明立即掐了掐那人的人中 那人缓缓睁开眼睛 用手摸了摸脖子 估计是被人敲晕了 你 谁啊 这是你的车吗 那人坐直身体 四处打量了一下驾驶室 是啊 刚刚是不是有人上了你的车 对 在前面路口时 真有个人问路 那人直接把我车拦一下 我刚降下车窗玻璃 把头伸出外面 突然脖子一阵剧痛 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就在这时 农用车慢慢在往下滑 范建明赶紧打开他那边的车门 把他推了下去 自己则从这边跳了下车 眼看着自己的车从坡上倒滑了下去 那人哭喊着 我的车 我的车 范建明看没有看 这里根本就没有路 开车的人 就是从上民山小洋楼坡到那边拐过来的 整辆车满载着石头 微微倾斜着 也算是那家伙厉害 如果技术不高的话 恐怕没等到范建明的车赶到 自己早就连车带人翻了下去 范建明跳下山坡 查看了前面的电瓶三轮车 车头上有水果 还有台乘 不用说 对方一定是在前面某个地方 把卖水果的人给打晕了 然后抢来了这辆车 红斌在别墅的门口 听到山坡下有动静 赶紧带着几个人冲下来 看到眼前的情况 当场愣住了 兄弟 你的命大呀 这是谁部的局 是在吓死手呀 红斌眉头一皱 刚刚弟兄们看到了这辆车 从上面拐了过去 大家还议论 好像这边没路呀 先不说这些 咱们回家再聊 红斌的兄弟 把水果车推到边上 范建明立即开着车拐了上去 他们几个看着宝马车的车身 不由地大摇其头 是人都能看得出来 范建明今天这辆车 好像不止经历刚刚这一个险情 除了车顶和后备箱一塌糊涂之外 车身的两边到处都是刮痕 连倒车镜都被削掉了一半 范建明用遥控打开大门院子大门 把车停进去时 大门门前的大灯突然亮了 看到范建明从车里下来 周亚平和李倩倩才敢把门打开 李倩倩冲过来 显得异常紧张和关心地抓住范建明的手臂问道 建明 怎么回事 周亚平围着轿车转了一圈 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 这车你是怎么开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车呢 范建明耸了耸肩 让他们先回别墅 然后招呼着红斌的兄弟们都进来 看到别墅这么高档 红斌没让其他的兄弟跟着 只是带着光头和另一个贴心的兄弟 三个人跟了进去 周亚平朝李倩倩使了个眼色 李倩倩赶紧从电冰箱里拿出几罐红牛摆在茶几上 周亚平又朝他使了个眼色 李倩倩立即反应过来 赶紧跑到厨房边上的储物间 搬了一箱红牛饮料到门口 送到了红斌兄弟们的手里 嫂子 别忙了 红斌的年龄比范建明和李倩倩都大 但他清楚 李多人不怪 在和范建明不是很熟的时候 他只能称呼李倩倩为嫂子 是啊 嫂子 别忙了 你赶紧歇着 光头的年龄也比他们大 看到红斌叫嫂子 他也跟着叫了起来 同时又从李倩倩手里 接过那一箱红牛 你回去坐着吧 我来我来 光头把红牛递给门口的一个兄弟 然后转身回到客厅 范建明让周亚平和李倩倩先上了 他有话要对红斌说李倩倩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所以不太想离开 周亚平朝他使了个眼色 同时首先转身上楼 李倩倩只好跟着上去 不过 他们并没有回到自己的房间 来到二楼第一间房门口时 周亚平推开了房门 两人立即闪了进去 就站在门口听着范建明在说什么 红哥 光头哥 今天太感谢你们了 要不是你们及时赶到 这一路上对家人的牵挂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死里逃生 范哥 这话就别再说了 你能打电话给我 就是看得起我的这些兄弟 对了 究竟是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抄书 龙书 还是标书 范建明摇了摇头 如果是他们 借他们一个胆 也不敢往我家里冲 我哪里还会想到 要麻烦几位大哥 千万别这么说 以后有什么事只管开口 别提麻不麻烦的事 太见外了 是啊 光头这时插了一句 红哥已经说了 以后范哥的事 就是我们的事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范建明笑了笑 从口袋里 又掏出一张卡 还没等他开口 红斌立即制止 范哥 你这就过分了 红斌说道 我们也是不打不相识 大家都知道 你是性情中人 更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 今天你不仅一个人单刀附会 身边还带着自己的老婆 开始我们 还以为是哪里的小姐 就这胆识 放眼江城 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光头这时又插道 不瞒你说 看到那些人对你虎视眈眈 我还问红哥 一旦动起手来 我们该站在哪一边 红哥当场表态 当然是范哥 红斌接着说道 说实在的 我红斌从县里过来 早就看不惯 那些所谓的大佬 只不过实力不济 只能在城东 小打小闹 看到你去砸场子 那叫一个痛快 范健明正想开口解释 红斌拦在了他的前面 你说什么都可以 先把这张卡 放进你的口袋 就算你我之间 不谈兄弟感情 单纯的业务交易 你出的一百万 也够兄弟们 无偿替你办一年的事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范健明觉得 再要是谈钱 反而让人感到太过矫情 范健明笑着 把卡放进了口袋 行 以后咱们就是兄弟 我也就不客气了 这就对了 红哥 光头哥 我想再辛苦你们一下 你看看 又来了 范健明笑了笑 今天晚上 我还要出去一趟 弄不好明天白天才能回来 我希望你们有几个人在我家里 帮我照顾一下家人 没事的 红斌说道 来的时候 我就跟兄弟们交代了 今天晚上打算在这里通宵 范健明摆手道 道也不需要这么多兄弟 我希望你们留两到三个人 今天晚上就睡在一楼 一旦有人试图进来 你们就立即报警 报警 光头不屑地说道 范哥 你确实厉害 可我们几个也不是耸包 真要有人进来 范健明摆了摆手 实话跟你们说 要么对方不出现 一旦出现的话 你们这二十个兄弟 恐怕都不是对手 红斌和光头同时一愣 这话要是别人说出来 他们当然不屑一顾 可范健明的功夫摆在那里 敢于跟他作对的人 恐怕真不是好惹的 范健明接着说道 我老爸瘫痪在床 再有就是我外婆 我老婆 还有我老婆的干妈 家里没有个男人 我不放心 所以你们留下两到三个人 不用跟对方动手 直接报警就OK 躲在楼上的李倩倩 第一次听到范健明 称呼他为老婆 而且是在背后 心里的一块石头 终于落了地 只是他没明白 这并不代表范健明 对他的感情有什么改变 范健明只是想和红斌说话时 能够把自己的意思 表达清楚而已 虽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从省城回江城的这一路上 情报局的特工处处射点 甚至把最后一个谋杀地点 定在了山脚下 也没有到家里来骚扰 从这一点来看 范健明明白 这可不是因为情报局 讲什么江湖道义 他们只是 不想和警方发生正面冲突 以免引起外交事件 尽管如此 但凡事都会有万一 万一别急了 他们中有人狗急跳墙 就像之前的段云波那样 怎么办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他才希望红斌留下几个人 等他赶到江城 彻底解决了约翰逊 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红斌点了点头 同时又有点不甘心地问了一句 范哥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你的对手到底是谁 当然 如果不方便说 也就算了 范健明不想告诉他们的目的 其实是怕吓着了他们 可看到红斌那种表情 好像是说 他不信任大家似的 等会儿还要靠他们保护家人 范健明觉得 还是实话实说的好 如果他们真的害怕了 干脆就不指望他们 你们知道西方情报局吧 当然 那么臭名昭著的机构 地球人谁不知道 想置我于死地的 就是他们 我乐个去 不仅仅是红斌 光头 和另外一个兄弟 就连在二楼的周亚平和李倩倩 听到之后 都冒出一身冷汗 你们也清楚 在西方实力的范围内 他们可以说 无所不用其极 对付我的话 早就用上了飞机大炮 可毕竟是在我们国内 他们没法弄到枪 也不敢对我直接谋杀 以免造成外交事件 所以利用各种事故 想让大家 以为我死于以外 红斌他们三个 木然地点了点头 虽然他们特工都没有武器 但都是训练有素 懂多少拳击格斗的套路先不说 至少个个都有一招致命的本领 所以我不想你们跟他们发生冲突 毕竟你们都没杀过人 或者说没杀死过人 可不像我 当年可是从湿山血海中杀出来的 楼下的三个人 包括楼上的周亚平和李倩倩 基本上没人怀疑她说的是实话 不然 她哪里来的那么一身的胆量 既然是兄弟 那我就把丑话说在前头 你们没有义务替我卖命 如果是害怕的话 现在就说出来 记住 不是在击你们 毕竟你们只是 犯歌 红鞭打断她 就像你刚刚所说 如果是在西方的实力控制范围内 我们赤手空拳的 肯定早就吓尿了 但这是在国内 他们没有武器 而且你也说了 我们所要做的事 就是报警 连这点事都做不了 那还在社会上混什么 不错 光头也说道 咱们不说自己有多讲义气 毕竟这是在国内 我们就当你的家人是自己的家人 如果我们的家人遭到情报局特工的威胁 就算我们不敢对抗 报警的本事还是有的吧 既然你们答应了 那我可就认真了 红鞭点头道 必须认真的 行 等会儿我就出门 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他们指挥这次行动的偷偷给做了 正常情况下 他们是不会派人过来的 我是以防万一 你就放心去吧 红鞭笑道 既然你对付的都是那些人 我们也不敢打肿脸充胖子 说什么 跟你一块去 弄不好还爱手爱脚 但这里的事情 你就放心 我不敢说 绝对保证你家里人的安全 至少有一点我能做到 他们要想伤害你家人 除非先把我红鞭杀了